Yo,What's up? 今天我要去这附近的一个shopping center 修我的手机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iPhone的屏幕碎掉了 然后我这也是刚搬来加州 所以来探索一下这周围的商场是什么样子 而且现在疫情的话 我也不太知道他们有开了多少 但是Apple Store是开的 你只要在网上给他们预约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个天气非常的好 非常的蓝 然后我现在要去做Caltray 因为我现在还暂时没有车 只能用这种比较便宜的公共交通方式 OK,Let's go! 这里有一个什么山井花城 很有国内的感觉 刚有个超好笑的是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这边就有一辆车 然后我以为它就是我要坐那辆车 因为这边这个站台就是往北边开 去三番的方向 结果呢 我一看这时间不对 还有20分钟吧 然后我就没敢上 后来一看幸好没上 因为它其实是去南边的车 只不过它现在不管什么方向都会在北边的这个站台上让你上 幸好没上 幸好没上 好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很尴尬 刚才我去找 然后他说不行 你必须两点半再来 所以我现在只能在外面溜达溜达 然后用一些商场 不知道它开了没 去看一下 现在它算进去修了 然后说三点半就可以修好 只要45分钟 只要45分钟 太快了 那我只要再随便去逛逛就行 他说取东西的时候最好拿你的ID 但我其实今天并没有带 然后就给他看了我的学生证 还好我带了这个 他说到时候再回来找他就可以了 但一般就还是要带ID 我以为这边跟国内不太一样 也不用带ID 结果还是要拿的 下次注意一下 现在我要去前面的Bloomingdale 看一下 不知道他有没有看 他很快就修完了 真的很快 而且这次竟然没有花钱 是不是很神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花钱 因为讲道理的话 应该是要付一笔大概29刀的维修费 这次竟然一块钱都没有免费 我钱太爽了 来值了 可以打车回去了等会儿 我刚刚在我后面那个商场转了一圈 它的确是有很多大牌 但是 都是女 女包女装女鞋 没有 男装 我也是很无奈 现在我再去右边的Nordstrom看一眼 但还是没有可以撤 最后就买了几件衣服 主要是这边很多在打折 这挺便宜的 就二三十到一斤 随便买了点 然后现在打车回家了 那么这次的购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下次还可以再去加州其他地方玩一玩 因为这边自然风光还蛮多的好吃 是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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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